翻阅他们的故事 翻阅自己的山丘 欢迎收看翻阅翻阅 我是舒孟岚 谈到嘉义 马上就会想到阿里山 这里是除了是著名的风景区 同时也是著名的茶产区 所产的阿里山高山茶 可说是台湾高山茶的代表茶品 而另外阿里山的咖啡 更是成为嘉义现在的黑金骄傲 近年来阿里山咖啡 不仅是国内比赛的常胜居 也逐渐在国外大放异彩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 现场就特别邀请到 蝉联五星殊荣的县长 嘉义县长翁张良 特别为我们带路 来一趟深度的嘉义之旅 县长您好 木兰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其实看到我们现场 我们就知道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嘉义的好茶 因为我们都知道 嘉义是农产大县 特别是一些独特的地理环境 还有气候条件 就让嘉义县的咖啡以及茶 闻名世界 而嘉义每年更会举办博茶会 结合咖啡还有茶的旅游 也大受欢迎 我们先来看这一则报道 灰白色外枪极简禅风圆湖设计 还有门口旁摆上一棵茶树 处处藏有小细节 要打造出到自宅家喝茶的空间 今天泡什么茶 我们今天泡的是上亿路泥香 是我们阿里山的高山乌龙茶 春茶 对 春茶 不只有传统的品名 来自嘉义茶农的第三代 把茶具变成透明 冲法还结合手摇 有点绕圆湖的感觉 所以冰块已经融掉了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咬没有声音 对 因为这个有冰块的话 才会有声音 阿里山茶远近迟迷 被封为茶叶中的LV爱马仕 现在有了年轻一代加入 更能重新定义喝茶新风潮 比如说你有好的料理 你也要有好的菜股 能够把这个茶叶 变成所谓的 在泡的过程当中 能够呈现这个食材的所有的特色 所以我们比如说熬温 就是吃活运 或者是整个清香感 或者是整个所谓的耐泡 我想大概阿里山茶的特色 有很多有别以所谓的 中低海拔的茶 或者一般的茶 所以我想六成决定在它的环境 那其他的就决定 它是一个好的自茶师傅 那现在嘉义县里面 有很多老的自茶师傅 传承很多年轻一代的 那这些年轻一代的自茶师傅 其实想去参加全国的自茶比赛 大概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表示我们的技术也非常的好 手持轻柔气质优雅 可别看她外形娇小年轻 为了回家开茶馆 辞掉市政府的工资 月薪五万五的铁饭碗 我们就觉得嘉义还有这个市场 而且茶文化就是可以传承下去 很长远 就是我说我们就觉得说 不然我们来试试看这样子 明亮空间 精致货架 五彩缤纷游戏区 还有楼中楼的咖啡厅 不说还真的看不出来 这是老旧古仓所改造的农创园区 成为全台最美农会 过去是到美输送带 虽然已经荒废 但还是被保留起来 反而成为了现代咖啡厅的一大特色 保留就有建物十六座古仓 陆续活化了三座 不只能行销农产好物 还能结合饮茶文化 形成独家旅游 前往阿里山的门户路口 那希望大家可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购买到我们嘉义 然后整个大理山区的农特产品 可以推广给大众知道 茶文化历史悠久 结合嘉义农特产 新旧传承 结出博石 长出利益 持续飘香 嘉义的茶文化 真的好让人向往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 嘉义出好茶 出好咖啡 然后高山茶 还有精品咖啡 现在都是嘉义县的骄傲 所以我们在现场 要马上请问一下 翁县长 刚也看到您自己 亲手来泡茶 所以我们到底 嘉义的好山好水 是怎么样的地理环境条件 可以孕育出这样的阿里山茶 然后那阿里山的高山茶区又分布在哪里 那实际上嘉义种茶中的很晚 大概在民国七十年左右才开始种茶 那过去我们在看那个电视剧 在看茶经的时候 实际上茶集中在北部 可是现在的茶叶的重症 集中到中南部 整个地理条件整个都改变了 那嘉义实际上我们叫做高山茶都 嘉义 那你一定会问我说 那嘉义的茶很多吗 想嘉义的茶大概在两千公顷 那全国茶叶最多的是不是嘉义线 不是 茶叶面积最大的是南投线 但是如果以高山茶这个角度来看 面积最大在哪里 在嘉义 那为什么叫高山茶 因为嘉义种的茶叶的海拔 大概都在一千到一千五百公尺 那实际上像这么高山的高山茶 实际上就是嘉义的面积最大 那高山到底有什么好处 实际上农产品有一个不变的原则 只要日夜温差大 那个农产品一定好 因为日夜温差大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熟成会比较慢 那熟成比较慢的时候 它的所有的营养成分跟它的甜度 就相对会增加 好那我们就来看茶叶 茶叶实际上它是一个阴性的植物 它不需要太多阳光 那它是茶树 那在阿里山这个阿里山系的地方 因为日夜温差大 所以它花的韧雅 它就会慢慢的不会长那么快 如果是夏天的话 阳光很多 那树也就长得很快 它慢慢长 所以一般我们的茶叶就比较回后 所以如果说我们从食材的角度来看 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食材 那再来是什么 如果你到大阿里山系 大概到下午三四点 你就会看到荧幕鸟绕 那直接阳光照射就会比较少 那实际上阳光照射多了以后 在茶叶上面会产生一种成分 叫做丹领 那丹领的话基本上 泡出来就会有苦涩的味 所以你看我们喝红酒 我们是不是要醒酒 就是要醒那个丹领 不然的话红酒会苦涩 你懂吗 所以大概让它跟氧结合 大概比如说要醒酒个四五个小时 那所以阿里山的茶叶之所以好 就像得天独厚就是那个地理环境 让它非常好 日夜温差大 然后云雾鸟绕 那太阳瘦的面积 日照的时间不是太长 那再来是 它是茶树 然后发芽 然后长成树叶 那你要把这个树叶变成茶叶 那就有一个加工的系统 所以茶的师傅就很重要 那茶师傅在做茶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什么 因为那做茶的时间 跟气候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有的人 在采摘茶叶要去比赛 大部分会 在什么时候在 会比较靠近大概中午 因为那时候 你知道在山里面会有露水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 现在树叶上的露水啊 就会慢慢被震化掉了 所以茶叶的制作过程 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跟艺术性 那因为食材好 所以嘉义现在因为是高山 然后又有好的师傅 所以就创造出嘉义高山茶的名声 这三四十年来很多人 就是买阿里山的茶去喝 就认为好 所以他的名声就出来了 叫高山茶 所以谢谢老天爷 那也谢谢我们很多 很争气的茶师傅 那现在很多茶师傅 实际上都很年轻 因为他们大概都第二代 第三代 有的是阿公那时候种茶 那现在小孙子大概二十几岁 他也来接了 那有的是爸爸开始种茶 因为嘉义种茶的时间不多 那自种茶的时间不长 所以我们的茶树啊 基本上都还年轻 所以他也是一个好茶 很重要的一个保证 那实际上在整个茶叶里面 大概我们知道 分成春夏秋冬 那实际上整个茶叶最好的是 什么样的季节 就是春茶跟冬茶 所以会有春茶比赛跟冬茶比赛 那夏茶跟秋茶 过去经常不采的 他发的叶子可能就是修掉了 那后来在这十年左右 阿里山开始做红茶 他们在发现什么 红茶要在什么季节做 在夏天 所以他们把夏茶采收 然后去做红茶 那因为红茶有个特性是什么 它要全花销 夏天它的花销的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夏天来做红茶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想我们的茶叶就是这样子 是所以就是独特的地理环境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人文历史 所以汇萃了今天我们所喝到的 阿里山高山茶 但是现在现场我们要马上请现场 就是我们不能光说 我们还要同时要亲自的品尝 然后来看看我们阿里山的高山茶 到底这个刚刚是不是如现场所说的滋味 因为我知道其实就像你讲的 其实这个食材这个茶叶 茶树的本身 就是当然我们都是要茶树品种有很多 可是好像真的移到阿里山之后 然后它的风味就会特别的好 环境 比如说我们那边主要是乌龙跟君萱 那这个就君萱茶 是 其实像以前在台北的茶艺馆 台北人很喜欢喝君萱茶 对 我们都很爱喝君萱 因为君萱茶比较有一点牛奶的味道 乌鸣味 那它是台茶27号 所以一般地方说叫做27号 27号 那一种是乌龙 那一般来讲是 实际上有一个基本概念 可能让孟然知道一下 一般茶叶红茶就是全发酵 那你们去喝的沥茶 它完全不发酵 那像这种君萱跟乌龙 大概发酵程度大概都差不多20%左右 那一般这种茶 你必须要大概一分钟 就把它倒出来 那一般的红茶 你在泡多久没有关系 泥茶也在怎么泡也没有关系 但这种半发酵茶如果你泡太久 它就会比较难喝 就会走味是吗 比较难喝 味道比较浓 那你像一般我们比赛茶是这样 比赛茶是倒下去以后 五分钟才倒出来 比赛 你看这个茶叶被泡了五分钟 然后去老师去评审 那你就知道说那个茶叶 可以泡五分钟才倒出来 那可见这个茶叶绝对是功夫非常好 茶叶会非常好 不然平常大概一分钟就要倒出来 我们差不多了 对我们差不多 所以大家有记住 金萱要一分钟是最棒的味道 一般乌龙都是 但是比赛的话会泡五分钟才喝 那像军仙茶 实际上它大概就是 就台茶27号 那实际上我们的茶叶 我们的茶师傅很厉害 所以我们去参加全国性的比赛 每次的前几名都是嘉宜先拿到 来可以喝看看 好马上来品尝一下 我刚刚有在这个VCR里面看到 那个县长应该也是经常在泡茶 你的动作非常的熟练 我们在嘉宜先 几乎每个人都客厅都有一个茶席 就像现在现场这样的吗 对所以你到嘉宜先任何一个人到家里面去坐 你就会看到有多有人在泡茶 人家说金萱乌龙就是它的茶的汤是非常的滑润 然后真的就是有那种牛奶汤的甘甜味道 我刚刚强调一点就是食材 它是树叶 然后在春天长的树叶 跟在冬天长的树叶特别好 那夏茶跟秋茶 它的环境 它的树叶会长得比较快 所以品质就没有那么好 但是夏茶去做红茶 而且我们的红茶是小叶种的 一般像印度大吉林有没有 那叫阿萨姆 那是大叶种 你像南投那个也是大叶种的红茶 那我们嘉义是用乌龙茶跟军仙茶的茶叶 去做全华校 所以它叫做小叶种红茶 哇 我觉得县长也是茶博士 李战宇嘉义待久的话 你就会听到茶龙跟你讲很多茶的典故跟故事 所以你就会变得比较熟一点 是 对 但是我们知道嘉义其实不光是高山茶文明 其实也是台湾中高海拔咖啡的最大的产区 所以像嘉义产区咖啡豆 连年都在国际上也展露头角 而有着咖啡界奥斯卡职称的 台湾卓越杯咖啡示范竞标COE赛事 决选20个名次当中 嘉义县这一次好像一口气就拿下了18个名次 除了第7名跟第15名是外线市 对而且是包办前6名 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所以难怪县长好像都很骄傲的说 台湾最好的咖啡就在嘉义 这个是比赛得到的结论 不是我自己讲说最好的咖啡在嘉义 那这次在台北有一个姓简的一个咖啡师 那到日本去比赛 那他以前都拿国外的咖啡豆 那后来他想一想说 阿里山的咖啡这么有名 所以他这次就拿我们阿里山重在特护眼 在这次COE里面拿到123名的这个咖啡浓 他的咖啡豆把他带过去日本比赛 结果那他拿到冠军 所以你就知道嘉义的咖啡豆有他非常特殊的这个品质 那实际上咖啡豆跟茶叶 眼里是一样的 日夜温差大 然后他熟成 熟成比较慢 所以他的密度特别高 然后整个熟成的效果会特别好 所以一般中低海拔的咖啡 大概在差不多9月份就可以开始采收了 我们阿里山要到11月份左右 差两个月 对因为他比较慢 熟成比较慢 所以他也是食材好 也就是说这咖啡豆本身你要去烘沛之前 就跟我们茶叶一样 他的食材好 那加上师傅又好 所以当然会很棒 所以这次我们特别到冲绳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五星庄园 带到冲绳去沖纳 那沖纳那边有非常好的烘沛的师傅 那在疫情之前 沖纳大概有800多家咖啡厅 当然疫情以后大概增加600多家 但他每年的观光客大概1000多万 所以我们希望用那个地方 当作是一个市场上的一个温度计 去试看看 我们的嘉义的咖啡在那边能不能推得开 那沖纳实际上有很多台湾人 尤其日本时代就到沖纳去 去那边种甘蔗 那后来我们经过这次的交流以后 就有很多的沖纳的业者或厂商 那直接到阿里山 他们跟他下单的 直接下单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咖啡 基本上经得起国际的考验 那一直非常好 到底台湾的冠军咖啡 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请县长跟我们分享 欢迎回到翻阅翻阅节目现场 嘉义的咖啡呢 连日本人都非常的惊艳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要在现场请翁县长来 就是我们一起来评一下阿里山的咖啡 先喝一下 对对先喝一下 其实这样一般喝咖啡 我们跟喝茶 其实这样一般如果你要喝出它的味道 就是错息 跟日本人吃面一样 那要发出声音吗 对对对 要错息好不好 你就可以把你的味蕾整个去感受 还有鼻子好不好 好我必须说 我平常都是要加很多牛奶和很多糖的人 因为我总觉得咖啡有一点苦 但是诚实 我现在非常诚实 就是阿里山咖啡是甘甜的 而且没有那种酸 然后也没有那种苦涩的味道 咖啡是这样 咖啡有不同的制作方法 实际上大家一般就想说 有时候你去比较专业的咖啡店 他会跟你讲 我们这个是亿季的水洗豆 或是亿季的日晒 或是亿季的密处理 都听不懂 我都听不懂 那实际上咖啡比较便宜的是水洗 因为水洗的话 基本上它的工序最简单 它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工序 时间 所以一般水洗豆会比较便宜一点 那你去想象咖啡 实际上咖啡豆 它就是一个水果 就跟芒果一样 所以它有皮 你把皮拿开以后里面有肉 肉里面以后有个膜 那里面有所谓的种子 那我们所谓的咖啡豆就是那个种子 那你看它制作方法是这样 比如说好了 我们这样说日晒 就是把整颗豆摘了以后 直接去日晒 那就把果皮果肉跟种子 多一起去日晒 那后面再把什么 再把果肉跟果皮去掉 然后再把那个种子涅布去加工 好了这是一种工序 那水洗是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 要去晒干之前 就先把果肉跟果皮拿掉 你看没有果肉跟果皮 是不是那个味道就会不太一样 那所以就会所谓的 那个叫水洗豆 那有一种叫蜜处理 蜜处理 因为你放久了以后 晒太阳它会发酵 所以如果说你把果皮拿掉 那只弄一点点果肉 再加上那个种子 然后那个果肉会发酵 那发酵以后 就会产生另外一种味道 那个叫蜜处理 所以一般来讲你吃日晒豆 人家会讲说 喝起来会有一点 类似酱菜的味道 因为它把果肉 果皮一起下去弄 那水洗的话 就会喝起来比较清爽 因为它把果肉 跟果皮都去掉了 生下种子 那后面再把那个所谓的 经过加工以后 再把那个取出里面的豆子 然后再去所谓的烘焙 因为它所谓 那烘焙又会分成 所谓的浅烘焙 中烘焙跟重烘焙 那一般你会喝到 咖啡又会有微酸 它就是所谓的浅烘焙 那为什么叫阿里山的咖啡特别好 因为它高三 所以如果你中低海拔的咖啡 你喝不到那种 所谓的果香味 有果香的味道 那味道的层次 比较不会那么丰富 所以海拔是很决定性的关系 那我们阿里山实际上大部分都是阿拉比卡系列 那实际上液剂我们那边种的非常多 那你像我们的咖啡弄 因为它有时候是用接汁的 比如说原本这个咖啡素不是液剂 但它接液剂的那个汁条 那接的到底是不是纯种的 因为咖啡很容易变种 所以他们会去做基因检测 检测这个咖啡是不是纯的 然后把它接上来接上去 那每一个咖啡素所长的豆子 他们都会记录 这一棵是什么时候栽的 那说成多少 那我工序我是怎么用什么工序去做的 那整个是什么烘焙的 有一个身份认证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是很科学 好那如果说这个咖啡 他们拿去得奖了 他们就会想说 为什么会得奖 他们会去看他所有的工序 是不是这样的模式是对的模式 所以他们很科学 包括做基因检测 那所以整个阿里山的咖啡之所以有名 是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很专业 在种咖啡 所以那我知道嘉义县政府 现在为了推广 比如说茶文化 还有咖啡文化 其实现在每年 就是在岁末的时候 我们会举办一个高山茶的嘉义博茶会 对 实际上因为我们就要挑我们的农民 比较农贤 如果说他们一直在采收冬茶 他们也没有办法出来办 所以我们在12月9号高17号 在我们的这个中埔 那这个地方很好找 你只要下二高交流道 往阿里山的方向抬十八线 开车大概到三到四分钟 你就会看到博茶会的会场 那就进去 那进去的话我们会有展览馆 那而且会有咖啡馆 也有茶叶的整个文化馆 那这一次是茶生活 所以在那边你会看到茶啤酒 你会看到用茶叶去做的猫砂 然后我这边讲这么多好的咖啡跟茶叶 在那边你都买得到 所以12月9号到17号 记得到嘉义的高山茶都嘉义 来买好的茶跟咖啡 所以如果您也想像我一样 同时的品茶台湾第一的咖啡 还有高山茶 就一定要走一趟嘉义 今天非常感谢翁张良现场来到现场 也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舒孟岚 翻阅翻阅 我们下次再会